是還在燒 那殘火 那根據這個我們消防局長現場的判斷 是要讓殘火燒完 那避免二次氣爆 是比較妥善的處理方式 那早上附近的民眾也 這因為爆炸事件很恐慌 那我們環保局也同步 這個啟動了這個空污的監測 那目前有味道 但是還不至於到達這個 對人體這個傷害的程度 那不過按照空污法 我們已經決定開罰一百萬 那我們勞動局跟勞動部 也在現場做這個相關的這個檢查 那不過今天最重要是要把救災 把這個火勢控制住比較重要 那我也跟中油的副總經理 他一早到現場 那麼除了救災之外 那我特別跟他表達說 目前這個中油桃煉廠周邊 有三個行政區 桃園 爐竹跟龜山 那總人口數高達七十六萬人 那桃煉廠周邊都是住宅大樓 非常密集 那因此中油還是必須要把簽廠計畫 明確化提出時間表 因為上一次提出時間表是民國九十二年 當時的經濟部長林毅夫也是因為公安事件到現場 那他簽署了一個十年簽廠的協議 但後來密地小組 因為找不到土地 沒有落實 那上次帶董事長來拜訪我的時候 我特別跟他提到說 中油仍然需要啟動這簽廠計畫 那不過今天我要特別說 因為這個 這個在中油運轉這個整個桃煉廠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消防的設備比較老舊 那這次我們整個市政府消防局都出動了 那我們也希望將來這個消防是聯合作業 那相關的 像今天也出動了化學災害搶救車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公安環保 還是要放第一位 那能夠把未來可能的公安事件 都要遏止 那我要特別請中油 要鄭重的跟桃園市民道歉 道歉之外 對這個這次公安事件造成的原因 一定要徹底檢討 因為昨天才完成大修 昨天才開爐 今天就發生爆炸 這確實不應該發生 好 那另外我們就請副總來向我們說明一下 那個我們氣候事件 他真正的原因有哪些 我再說明一下 今天我們 因為今天是寒假期間 附近有三所國小一所國中 那國小部門沒有上課 國中有課服班 我們早上已經請教育局跟金國國中 已經宣布停班停課 那我待會也會請跟民眾說明狀況 讓民眾不至於恐慌 我們我們這環保監測的APP 這個可以查得到整個廠區周邊的 這個空污的情況 那我想我會請這個這個持續的監控 讓讓這個這場火事撲滅之後 空污監測人還要繼續 首先我代表中油公司在這裡像我們正市場 還有所有桃園的鄉親 事實上我最誠摯的一個牽引 好 抱歉 中油公司在糖尿電油廠今天清晨發生了這麼一個重大的一個公安事件 造成民眾的一個恐慌 那就到剛剛曾市長指示的 事實上我們在公安方面 在環保方面 我們一定會繼續徹底的來檢查改善 我們不希望再有任何這樣子一個事件來發生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一個機制在運作 那這部分持續會再跟市府這邊做密切的一個聯繫 那至於今天早上這個一個事件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市長鄭文燦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首度來公開的談話 他表示說預計要在11點之前 把這個第二柴油工廠的剩餘的柴油 把它給燃燒完畢之後 讓這個避免這個火事持續的來擴大 以及造成二次的氣爆 同時他也要來向桃園的市民來盜竊 因為桃園的柴油廠竟然發生這麼嚴重的一個氣爆 意外也導致附近的居民都是飽受驚嚇的 現在我們在現場也找到了兩位 住在附近的一個住戶來跟我們對談 其實我要先來問一下 來姐姐我想先問一下 市長鄭文燦說要來跟居民道歉 你覺得有用嗎 我覺得沒用 我們現在可能不需要道歉 我們現在可能需要受驚 因為我們真的是驚嚇的 不知道用什麼言語來形容當下的情況 姐姐我問一下今天早上6點42分 氣爆發生的那個當下 你還記得你在做什麼嗎 那時候聽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剛好在廚房 準備幫小朋友準備早餐 然後第一時間我以為是地震 因為那時候的房子是震動式的 連玻璃出窗都厚厚厚厚厚厚 我以為是地震 然後我有一個小孫女四歲多度中班 她從樓上驚醒過來哭著跑下來 我們跑出去到外面的時候發現說 代表都出來了 原來就說又是電油廠闖的貨 對啊 我第一時間就趕快看一下 我們的邊這裡的群組上面有沒有人在 在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嗎 那那個時候有聽到什麼樣的聲音 或聞到什麼樣的味道嗎 就是臭油味嘛 然後就拍了照片 就是發生說天空就已經黑黑的一片了 就知道是爆災了嘛 就這樣子 我們剛剛聽說從這位大姐 她講的當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她說煉油廠又發生了意外 因為其實煉中油的這個桃園煉油廠 不是一次發生意外而已 在十幾年前也曾經發生過 非常嚴重的一個爆炸意外 我們再來訪問到另外一位姐姐 來姐姐我問一下 你還記得十幾年前那時候發生那個意外 到底當時的狀況怎麼樣 當時就像炸彈一樣非常的大聲 那時候後來就淹很多了 那淹又很臭 那時候那時候就說大家要撤離了嘛 然後我們大概我們出去撤離到 我們大概一個禮拜才回來 真的非常的嚴重 到現在我們十幾年了 包括我自己在那裡 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房車的門還不敢關 怕到現在還是要不要 但是今天又怕一次 所以我們對電流廠來講 我真的我們希望他添場 是這樣子 上次發生的時間點好像凌晨兩點多嗎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大家在跑 在逃 你那時候街上看到的狀況 是大家都穿得很完整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我看了有的穿著睡衣 有的就 反正東西的家當都沒帶了 就看著人家開車都拚命的跑這樣子 但我們車開出去的時候 街上就碰到很多人了 都這邊逃出去的 今天早上里長是不是也有要請你們 就是好像要先把東西準備好對不對 對 他說這邊如果我們有控制好的話 我們就要撤離這樣子 我們可以聽到 其實從這個附近居民的信證 當中可以聽得出來 雖然說這個可能獲取電流廠那邊 有一些回饋金 但是他們卻在這十幾年當中 都是活在恐懼當中 每天睡覺睡不安穩 甚至連門都不敢關 所以呢現在居民通通來到桃園電流廠這邊 希望能夠當面跟市長鄭文蔡 來陳情來抗議 希望電流廠能夠關場 那如果在接下來現場任何追蹤情形 我們也會繼續為您掌握 再把時間交還給朋友